大家好 这两天啊 著名的奶茶品牌 蜜雪冰城啊 出来辟谣了 他们说啊 并没有收到 与五粮液啊 联名推出 联合饮品的通知 但是呢 网上啊 已经显示出 他们推出的海报了 那又来啊 联名推出 农香款柠檬水 并配文说啊 年轻人的 第一杯五粮液 从蜜雪冰城开始 虽然公司出来辟谣了啊 但是呢 那我们也不惊怀疑 说这是不是公司啊 以某种形式 在试探市场的反应呢 如果说啊 市场没有强烈的反对 那估计呢 就要跟风了啊 像瑞希一样啊 推出 下期性茅台 咖啡啊 他们呢 推出这款 含酒精的饮品 对此啊 很多人呢 就特别看好 说哎呦 照此下去啊 那国酒五粮液 就不是那种 特定人群的美食了啊 藏在深归人不知 而是呢 飞入行程百姓家 成为普通大众的饮品了 对此啊 我是是强烈反对意见的 这首先啊 茅台跟五粮液啊 作为中国高端白酒的品牌 多少呢 是带着轻奢品的 象征的啊 那如果说把这种特定的 高端的轻奢品啊 强行的变成 几块钱的饮品 那对白酒比较来说啊 也是十分不利的 毕竟呢 这种高端的形象啊 就很难维持了 那这个销售呢 势必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其次呢 就是茅台跟五粮液啊 是中国白酒文化的巅峰之作啊 如果说不家思索啊 随意改变的话啊 对保护传统文化 也是极其不利的 其次啊 就是国家呢 对酒类产品啊 是有严格的管制规定的 是一道烟酒专卖的立法制度 会坚持到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 同时呢 也认为啊 喝酒呢 还容易引起醉家呀 酒后学训姿势啊 等负面时间 所以说 强行的把茅台 五粮液啊 等跟其他的饮品啊 加集起来 会 其次啊 就是国家呢 对于烟酒杯的产品啊 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涉及到烟酒专卖的立法制度 会切成到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啊 同时呢 因为啊 喝酒呢 容易引起醉家 寻寻姿势 等负面事件啊 所以说 强行的把茅台 五粮液 跟其他饮品啊 加集成大众的消费品 我觉得啊 这跟国际上 对酒类管理的共识呢 是不相符的 在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啊 你现在呢 要过了21岁啊 才允许饮酒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方面啊 也是要进行严格管控的 那如果啊 真的强行把许多白酒品牌 跟很多的咖啡和奶茶啊 加集起来 那真的要想限制 未成年人的饮用啊 就特别的艰难了